台北市長 歡迎 歡迎 奮力揮手被英雄式歡迎入場 柯文哲臉上滿是自信喜悅 取上台北市長之後 熟度與湘婷他的正專台橋午宴 其實這個國家是氣壞 也是 也是因為這樣才出現 像柯文哲這樣的人 來當台北市長 柯P快速崛起 在政壇吹起改變的文化 也造成國民黨2014與2016選舉大敗 所以如果他黨產消滅了 我看國民黨也是很難再起來 柯市演講風格台下僑胞聽得入神 但想跟柯文哲吃頓飯價格不菲 75塊美金起調 同桌吃飯更要價1000塊美金 相當於3萬多塊台幣 是準總統蔡英文的等級 還有角逐聯邦中原台裔參選人 雖然歷任五位美國總統的簽名照 拱科更上層樓 對 要看遠一點 那麼把台灣帶到這個國際的這個地方來 但柯文哲畢竟不是政綠軍 也不想跟綠營盟軍變敵人借機喊話 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 那現在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所以有時候 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一些綠營的人 會對柯文哲的一些講話 有時候也不適合滿意 市長剛剛你是不是也在向民進黨海荒 叫他們不要給你當兵人 好 謝謝來來來 現在神經病 新女超團主辦400人熱情相挺 柯文哲系數一年來的政績 改變從台北開始 未來也可能對準總統蔡英文的連任之路 造成影響 以上是中間新聞記者張凱亮 陳雲文在美國最上次的採訪報導 強英文在美國最上次的採訪報導 強英文在美國最上次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